等一下要買什麼花種 好這已經進入到我們的選角畫面囉 是 帥先由 我們韓國隊先選擇一隻英雄喔 是帥先匹克 究竟會選擇什麼樣的角色呢 可以看到畫面是正在討論喔 第一隻角色非常關鍵齁 這隻選下去握馬爾 那這樣的一個情況是可以先拿下菲尼克 那代表韓國隊可能想要用刀鋒的這樣一個陣容喔 對 在這邊的話要怎麼挑呢 先選擇呂布喔 那呂布是 呃大家非常經典著名的在S1奪冠的時候 每一場都有增長的角色喔 呂布這隻角色選出來等於確保了凱撒路的優勢 對 因為在凱撒路的這個分推來講非常的強勢 對 他同時又把馬洛斯選下來 等於說他同時選了這兩隻角色 對方 應該 無論這兩隻應該是呂布會走凱撒路啦 但是 等於說這兩隻選下來已經沒有任何角色可以在凱撒路跟呂布抗衡了 對 對 馬洛斯是唯一可能可以稍微抗衡 雖然打不贏 但是可能在資源性上面來講 可能稍微 更強勢一些些 而且他可以把兵少掉 那 查格納爾算是一個我剛剛正要提 查格納爾算是一個能在凱撒路對抗呂布的角色 喔可是 如果你讓 查格納爾來到了凱撒路的話 在 我認為在整個 隊伍的團戰上面來說 呃 你把資源投注到了查格納爾上面來說 查格納爾的影響力是會隨著時間大幅的下降 對 但是這也算是 沒有辦法這種辦法了 對 也是啦 因為其實沃瑪爾在對上凱撒路的呂布來講的話 算是非常的劣勢 對 因為他的這個 消耗力太差了 他需要的是不停的施放技能 那呂布只要上四人之後 呃 就算沒有吃到果龍 他也可以一直不停地用大腳回血喔 對 在這邊我們可以看到 兩邊都還沒有選下 呃 Jungle位 打野位 那這邊先選的 還是有無辜神這邊挑下的菲尼克 對那這邊是捨棄掉了克里希喔 是讓對方拿到克里希之後 呃 應該有去針對克里希做一套戰術 像是金娜 像是穆加雪這樣的角色喔 他們在最後才要選下他們的中路喔 其實 呃 以我們剛剛這樣討論 確實Jungle位來講你只有兩個人 那在兩個人 在菲尼克跟寶貝的選擇上面來講 感覺確實你不一定要選擇先強 除非他是核心陣容 不然其實 你 雖然兩隻的向性不一樣 但是其實兩隻都是很強勢的角色 可以根據 對方選擇者來去做一些調整 你不如搶下其他路線的 呃 應該說強勢角 那這也是一個戰術套路之一喔 那確實在現在的一個選擇來講 我個人認為算是有造著 無辜神嘴想要的一個陣容去拿 因為畢竟他們就本來沒有要先搶中路克里希 對 那看一下等一下最後一個選擇是什麼 那這邊是想要選擇歐米加嗎 這樣的一個陣容對於無辜神嘴來講 是並不害怕被你打殺的 有著克萊斯有著呂布 再加上了這個凡彈力非常好的馬洛斯 應該是沒有像凡恩這麼好殺的角色了 不太可能不太可能 這個問 這個應該是不太可能的 對 那這樣的一個情況下 由於是率先拿下這幾隻陣容 讓對方的一個陣容 最後只能鎖下刀鋒寶貝 對 我個人認為算是一個非常好的這個pick囉 其實我覺得在這樣子的一個pick完之後 最後選下中路 穆加爵 這個也是在早期的 早期的版本裡面中路 唯一能夠跟克里希抗衡這隻角色 穆加爵在初期雖然沒有克里希來的強勢 但是隨著時間 只要往後拖 穆加爵這隻角色的影響力 在會戰影響力是甚至比克里希來的更為強勢 對 他那個萬古產生是爆開的那個傷害非常可觀喔 對 通常爆開的瞬間對方也爆開了 對 對 就隨著這個姓名一起爆掉了 對 就讓你一起爆開 那等於說這個選角已經確保了 呃 這場比賽在五路神明這邊來講 一定會選擇把時間往後挪 對 能夠拖到後期 等於說後期他們也有兩隻非常強勢的角色 分別是 穆加爵以及菲尼克 這樣子角色來到了後期 我相信對方要能夠扛住這個傷害並不容易 那我個人認為呢 在克里希這邊的呂布 他算是在 呃 在第一 S1 S1奪冠的那一個時期的那個呂布 算是完全坑霸 完全稱霸了凱撒路這條線 他是可以完全的從 呃 前期的這個牙齒 甚至到後期的這個分隊 都可以給對手非常大的壓力 甚至對方來了也可以來個一換兒 但是在這邊是被選手了 是魚竿用了呂布這個角色 反而是GaS GaS就是SS這位選手 我剛剛吹了這麼久 對各種吹捧 就他說沒有我今天用的是 我今天用的是馬爾斯 因為魚竿 魚竿 魚竿想用呂布 我以為你剛剛講的是什麼 角色實在淺 是不是 我以為這個很敏感的喔 沒有沒有沒有 誰是不是不行了 這是什麼 這肯定不是喔 這肯定是魚竿覺得他的呂布說 我今天我的呂布非常深 沒有一定是這個有大家討論過的喔 對 那在這樣的一個陣容上面來講 其實我覺得是完全 完全想過的 你看他們有 前期很強勢的 呃 克萊斯以及呂布這兩隻角色 在前期非常強勢 我們沒有辦法進入到了中期 進入 沒有辦法 利用強勢角 拖到中後期 進入後期的時候 是穆加覺 以及菲尼克稱霸的 那我個人認為 其實在韓國隊這邊 沒有把克萊斯這角色強下來 非常可惜喔 對 因為其實克萊斯 算是一隻 寶牌非常強的英雄 但是都只記得他的一個 護盾一個塔殺 但是實際上 他是所有輔助角色裡面 唯一一個 能將對手推開 能 就是他有 一技能將對手推開 再加上他大決的 一個保護效果 對 是非常的好的喔 那在前中期 非常需要保護的 這個穆加覺 加上菲尼克的一個陣容 有著 這個克萊斯的保護 我覺得會是一個 比較好的選擇喔 對 在這樣的話 我覺得他們在 在這樣子的一個陣容 在寶牌上面來講 是完全沒有任何問題的 欸 他們的一個陣容 呂布可以選擇進場 而讓克萊斯來選擇寶牌 對 甚至其實 呃 馬洛斯這隻角色 他們都可以 他都可以有一個 比較彈性的一個安排 那我覺得其實 呃 這樣一個陣容 是相當不錯 但反觀在 呃 SHN這邊 他們的角色 確實是現在的 呃 這個META的強勢角 沒錯 但是在這個META的強勢角裡面 呃 感覺如果 他們沒有辦法在前期 打出優勢的話 他們進入後期 會非常難打 對 尤其是 刀鋒的這個進場 非常的危險喔 那在這邊的話是 歐米加其實在前期的作用來講 算是非常的大 但是只要拖到了中後期來講的話 這一個 這個坦度來講 會相對性下降很多 對 而且歐米加是一隻分 其實他是一隻分推強勢角 但是當你面對到 對手有呂布這種角色的時候 其實你是幾乎沒有什麼分推機會的 對 呂布 分推過去呂布站在那邊 就跟一個門神一樣 呂布就站在那裡喔 他完全不會離開他的線 對 你根本沒有辦法推過去 跟呂布拚推線 你是不一定 你不一定會輸 但是你絕對打不贏呂布 對 你等於說 如果呂布站在那邊 把拚線回推 你只能也選擇避開 你也不敢推得太深 那大家就考驗的是 在前期的時候 要盡可能的 不要讓刀鋒做到太多的事情 尤其在四到六等的之後 這個時間點 你只要不要讓刀鋒去打一波團戰 順利的吃到龍 甚至推到塔 我覺得在接下來比賽中都會非常順利 我的認知會是在這樣的一個陣容底下 第一條古龍 甚至第一條魔龍 我認為 都是可以考慮 呃 不要放掉 但是 你可以稍微拖一下 對 就等於說你可以用一個 適當的一個交換喔 對 你可以去 像是 很以往的這個做法就是 你可以去集結另外一邊的 一個野區支援甚至是塔 然後去做一個消耗 會比來正面去守這條魔龍 給對方 有著非常強大的這個開戰能力的刀鋒去 收頭 對去收頭會來得好很多 就避免掉非常多一個失誤的機會 對我們在講 呃 雪球滾起來都是怎麼滾的 就是 怎麼滾 就是第一個 呃 古龍要出了 然後大家就想說 古龍要出了 這個不管我們的陣容是怎樣 反正野團嘛 都是這樣不管我們的陣容是怎樣 對 我們這種什麼木加爵 加什麼井 什麼每隻都是什麼前期爛鬥一個不行的角色 然後 古龍又出了不管怎麼樣 還有凱撒路是悟空 有沒有 請求集合 對對請求集合 我們這個 我們這個 古龍衝一下 我們全部都往這邊擠 然後對方刀鋒出來 一顆頭 兩顆頭三顆頭 古龍掉了 然後我們這時候死光講說 大家就是那時候很生氣 義憤填膩 想說可惡 等一下魔龍一定要歡迎顏色 我們來請求集合 又來到魔龍路 然後又衝進去 刀鋒 一顆頭兩顆頭三顆頭 然後比賽到這邊就結束了 對 雖然實際上有一個時間 才進行大概四五分鐘而已 但是其實比賽已經結束了 對 那這個就是雪球滾動的一個效益 所以其實 在高端上面來講 你今天的陣容挑出來 其實你只要特別留意一下 刀鋒這隻角色 如果在對方 其實你可以選擇做適當的交換 對 那我覺得適當的交換是可以接受的 對 你只要將整個節奏往中後期托 等到坦克的裝備成績 你刀鋒的狀態不是太好的一個情況下 其實沒有真的這麼容易打出傷害喔 對 就算讓他 讓他拿到了 魔龍和琴琴拿到鼓龍 其實多你 一個人多你 172塊 然後我們的等級領先你的一級 其實我都認為 這個 遠比就是 你衝出去送光頭來的 好一點 而且其實你只要有換到相對應的東西 無論是換到一座塔 或是甚至把對方的一個藍buff 紅buff收進口袋裡 其實我覺得都會稍稍影響 就是不至於到 對 就是單純損失東西啦 因為畢竟在前期吃魔龍這個時間點 就等於是推一座塔的時間 對 你可以給到對方非常大的壓力喔 那通常都可以順利換到對方凱撒路塔 那塔的錢甚至比 魔龍還要來得多一點 對 而且其實你拿掉塔的經驗值也是相當不錯 更不用講你的兵線推進去獲得的一個效益喔 所以其實 呃 在 目前的這一個選角的陣容底下的話 我們等一下就可以來看一下 呃 前期稍微比較弱勢一點的 無路生人他們要怎麼來去應對對方的一個陣容 對 那我們這邊 因為現場好像有一些些稍稍的一些狀況喔 那我們稍微要等待一下他們片刻 我們等一下回來 欸 有等一下回來嗎應該沒有 我們要稍稍等待一下 等待一下他們現場的一個狀況的處理 對 等待現場的一個回報 因為畢竟是 剛剛看到選手畫面是有一些問題的 對 他們現場有一些 雖然經過了一些setting之後 可能會發現有一些狀況 順便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是我今天才得知的一個 小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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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你告訴我的 喔 我告訴你的 就是你告訴我的那個 各位有沒有在 呃你在遊戲裡面有一個 把那個 高清選項打開 對對對 然後他也會跳出 高真語 對高真語 他也會跳出一個警告跟你說 你這樣會造成什麼手機發熱 造成手機消耗電力很多 就是看的很可怕 當初就是因為看到這個東西 我就不敢點確定 我就想說 那就算了 我畫質比較那麼高 我只要順就好 但是這邊要跟大家講一下 有些手機是沒有的 喔有 要看手機 因為我們 我是iPhone7 你是iPhone6 對我是iPhone6 Plus 對我是iPhone7 Plus 所以其實我們裡面是有的 對對對 我今天打開了之後 來到了一個新的天地 哈哈哈哈 新的天地喔 我覺得對於那種 你沒有什麼操控性的角色 沒有什麼大問題 但是如果 像什麼納克羅斯這種角色 或是說 例如說拉茲這種 不斷的會有位移角色 其實 真的順暢度是有差的 這個我是覺得是在Wispa的改版中 我最喜歡的 各位趕快把你們手機拿出來 現在 趕快看一下你裡面有沒有這個選項 有的話 建議您打開 就在那個 預約功能的右邊 對話說我上次預約 你怎麼沒有進來 哈哈 有啦 我後來就進去啦 你想騙我有啦 我想知道那個預約功能 按下去究竟是什麼 按下去之後我會跳出一個警示 喔你在遊玩的途中 他不會跳出來 他會在右邊的那個小框框 不是有個對話框框 他會跳出一個有朋友預約 他會跳出一個1 因為類似你有未讀信件1那種概念 然後你可以選擇要不要打開他 那通常你會戰衆很忙 你不會打開他 喔所以你那時候沒有打開他 我沒有打開他 但是你有一次預約我又有看到 我結束之後我就立刻加入啦 我我以為那個功能 那個功能是不會顯示太明顯的地方 原來是有顯示的 他不會太明顯 但是其實是看得出來的 因為畢竟我在遊戲中都沒有人要預約我 那下次我預約你一下 不要這樣 後來我還記得你用刀鋒那一場 我還跟你一起大殺四方啊 記得嗎 對我有印象 我有印象 我們順利的完成了那一場勝利 沒有什麼好說的 馬上進去裡面 我跟你講現在的 現在就是這樣 進去裡面 描縮塔拉 沒有什麼好說的 進去裡面 只要沒有人 選塔拉 我就是先 我就是先選下來 就說 不是描縮主卡嗎 沒有啦 沒有啦 我覺得主卡跟塔拉 這兩隻角色 現在遊戲中真的非常強勢 大家可以稍微理一下 因為主卡是 昨天剛出的角色 對 昨天剛出的角色 我是自己應該是已經玩超過了 可能十場了 喔你已經玩十場 對我已經超過十場了 我昨天玩到了 就是今天 我要今天早上六天 哇那你真的是 對於主卡這隻角色 你要不要推薦一下給大家 第一個這隻角色不用講 長得可愛嘛 因為是熊貓嘛 對 那他就是 現在來講 唯一一個擁有四段位移的英雄 那他的這一個每一段位移都帶有傷害 大絕有CC 然後還有護盾 哇 這麼OP的角色 什麼都有啊 該有的都給你 四段位移是比 等一下 是比艾里還多一段 對不對 比納克羅斯還多一段 他就前三招比較像納克羅斯的技能 他的這前兩段都有傷害 然後會增加普攻距離 喔增加普攻距離 他的這個二技能 是這個熊貓 好像是翻滾吧 所以你講說他有增加普攻距離 所以有點像悟空的感覺 就是會再衝 會直接衝過去打 不會不會 他比較像納克羅斯的這個二技能 喔納克羅斯的二技能 施放過後的這個普攻 但是 沒有納克打得那麼遠 喔我懂他的那根會變長 棍子 喔棍子 對棍子會變長 喔對嘛沒錯吧 對對對 他是竹子 喔竹子 應該是竹子吧 這是棍子吧 還是竹子 來我們這邊馬上要進入我們的比賽 我非常期待 那各位我們剛剛 稍微聊一下角色的部分 各位如果對於 在爬梯的話 也稍微可以留意一下 不過各位應該都很清楚的知道 塔拉已經很猛了 喔 哇這裡再一次 進到了我們的開場動畫 是一路是砸下來之後 會 是已經30秒了 哇 每次時間都算得非常久 是35秒來到的 但是現在是查格納在中路 反而是克里希去對上了 凱撒路的 呃 魔龍路的這一個 呂布喔 這 是不是 大家對這個應該是 遊戲的一個 喔 他們把兩隻 在早期也是有 因為他們要搶的是古龍 對他們要先搶古龍 然後將呂布放在了這個邊線 那 這邊 要等下換路 往前這邊直接進來了 喔 喔 MT是已經意識到囉 這一個 紅buff的爭奪是 沒有辦法成功 屬所有人支援到了喔 他們看到了對方有四隻 我們這邊只有三隻 選擇放掉 這一個打的是非常的輕率喔 那查格納在這一個版本的 驚風作動是只有10%的傷害buff喔 那前線 木家爵士被換了一套血量 被暈眩到了喔 有點痛 這邊換下來的話其實可以增加 等一下古龍 會戰上面來講的一個優勢 對那這邊是所有人 其實要往上半步 靠 閉海潮身 一個跳 看到囉那 要來做這條喔 果龍爭奪馬尾其實覺得有點危險 這時候刀鋒已經四等喔 因為這 對方入野 反而讓菲林克的等級 沒有來到四等喔 對這邊非常多危險喔 要開嗎 對我覺得這邊是放棄 是比較好的一個選擇 拿著很小心有沒有搶到 對刀鋒往前 有 有搶到了有搶到了 那這邊刀鋒上來要一直殺 對馬尾斯是有點下 有點低就被收掉了 對不過這邊一個人換掉 換到了古龍 我覺得是可以接受的 因為剛剛72塊沒跳起來 所以表示對面吧 那對面是五路神嘴 所以應該是五路神嘴 那邊拿到了古龍 對拿到了古龍之後 換掉了一個人頭 反而讓呂布爭取到非常多的發育時間 我覺得這邊算是蠻賺的喔 對相當不錯喔 對是 推掉塔了 最後一下 在這邊推掉塔之後 直接選擇果盾往後撤 那對方是直接開啟魔龍 要來打這個魔龍戰嗎 這個人魚戰爭開啟之後是 直接搶到 好漂亮 這一個人深深 呂布往前一個斬殺 直接帶走對方 插克娜的是 哇這邊打了一個漂亮的靈魂 加上了一條魔龍 那這裡還可以再趁勢拿了一個中塔 對我們在講說這邊 不搶龍然後放東西 結果過去各種搶 還拿到一座塔 我覺得克萊斯在這個時間點 能夠上到四級非常的關鍵喔 對沒錯 這邊的話 能夠再順利才剛剛能夠上四級 其實 呃那個大絕真的是至關緊要 對成功的暈眩到對手之後 直接往前利用自己的制裁 還搶到了這一條魔龍 那這也是克萊斯在 這一個舊版本來講 非常強勢的原因 他能夠製造非常高的傷害 還能夠帶制裁去殺好對手 對那在這邊的話 拿到了 拿到了古龍 拿到了魔龍 又拿到了兩座塔 這個經濟一路往上衝 雖然說人頭的部分是落後一個人頭 但是完全沒有關係 哇這一個 我們來看到五路神墜這邊在開局的 打的是非常的兇殘 對 是非常順利的拿下了這個 沒有是兩個人頭 紅色的是這個五路神墜 喔紅色是五路神墜 對對對 一助攻 一人頭所以是 所以是 紅色是五路神墜 對對對 那我們這邊切換回來 紅色的這個級差數都會是五路神墜 對這個是顯示的一個不同 顯示的不同 對對對 這是早期的版本 所以在這邊跟大家稍微更正一下 現在五路神墜連人頭都是領先的 那 古龍將重生喔 現在拿到優勢的一個五路神墜 要怎麼樣來持續擴大 應該沒有任何問題喔 那我們這邊直接往下靠 對 持續打保守一點喔 那這裡是要 選擇放棄這條魔龍嗎 要放古龍 然後來拿 來拿魔龍塔了嗎 要在魔龍路塔殺呂布 然後拿塔嗎 那這 這裡是往上半部集結喔 可以看到是 想要棄掉這個塔 來上半部做一個集結 但是歐敏加斯在塔下 沒有人幫助 放掉了這個上路的塔 對 三座位塔都直接放掉了 是韓國隊SHM這邊 看到是順利的讓五路神墜 拿到了這個防禦塔 現在已經來到了非常巨大的優勢囉 對 只能選擇被迫回首喔 這邊打得有點被動喔 原本想說是不是要拿下魔龍 可是對方一路擠進來的情況底下 他們被迫全部回撤 對 這也是五路神墜的視角 看一下這裡 完全是打得一個非常的主動喔 對方回撤 直接來拿魔龍 已經領先到兩等囉 那這時候再開啟這條魔龍 拿到了三座塔的優勢 我覺得剛剛其實韓國隊是有意識到 想要來爭奪這條魔龍 但是實際上時間有點過早 在20秒的時間點 讓五路神墜有一個非常好的集結 在凱撒路做一個四人夾擊 成功的再拿掉一座外塔喔 我覺得在剛剛那邊 等於說這是一個計畫通啦 這個計畫通完全掌握在五路神墜的一個手上 他是一個 他剛剛的 拿完古龍之後 直接選擇推塔 非常果決 逼迫對手必須要放棄魔龍 如果你去拿魔龍 我就是一路推進去看你推到哪裡 他等於是直接推掉對方的兩座塔喔 對 那這樣的話換下來 反而是讓對手持續 就是讓無神墜能夠持續擴大優勢 對 那現在刀鋒已經來到了 比較弱勢的一個時期喔 哇 這邊呂布神非常的兇喔 直接覺得往前 對方兩座直接上 看到刀鋒之後第三段的 這個 刺兔衝方式往後拉掉了喔 剛剛應該是連大絕都沒有開的喔 所以完全沒有任何問題 大絕是沒開 對 看來呂布神要換人當了嗎 現在他要改走馬洛斯神啦 對 那下面 是一個包夾 是一個包夾 看起來歐米加有點難逃喔 看來難到意思 有一個防禦模式 持續往後拉但是 他往塔下衝 對 往塔下衝喔 這也是不理他了 畢竟防禦模式的這個跑速非常的快 對 那上面的 查克達直接被單殺 對 那被單殺掉之後 呂布這裡應該是要倒下 但是成功的拖到對方非常多的一個時間 能夠持續帶送兵線 歐米加就站在那裡 回城 他好像是在塔的中間 他回城 回城 大家選擇直接放掉 這邊也是非常果斷 我與其要花費我的能力去追你 我不如 對 持續帶送兵線 其實是一個比較好選擇 那個人頭價值200塊 那我帶送的這個兵線 加上古龍的一個優勢 反而會大於這個歐米加的人頭喔 沒錯 那在剛剛這個果斷換掉 人頭數雖然不多 但是 節奏完全是掌握在五路神墜的一個手中 那只要持續的穩住自己的節奏 不要發生太大一個失誤的話 再往中後期拖的這個陣容 是對五神墜比較優勢喔 對 那現在這邊要直接拿下魔龍喔 應該人都已經消失在地圖上 直接我剛剛看到 好 克萊斯漏頭往魔龍靠 穆迦卷也往魔龍靠 對 應該在兩秒鐘之後就會傳來魔龍的死訊 好 不會他傳來了 對 兩秒 兩秒魔龍 對 魔龍 瞬間 這出來 那查克娜的死訊我覺得 再不醜了可能兩秒 我還感覺也快 也快出現了 感受到快逃 好 直接選擇拉掉 那這邊的話 直接選擇來冰中塔 上面歐米加一個分推 對 那應該會有人去防守喔 我們要試試直接斷了兵線 馬路是直接把兵線斷掉 他也不熟 直接過去把兵線斷掉 對 畢竟追不到嘛 對 那你沒有兵線的情況下 你也不能推他 我就把兵線斷掉 而且這邊斷掉之後 直接可以來中路協助 隊伍繼續來往前推進 這邊打了一個一三一分推喔 在歐米加的一個機動性來講 對於韓國隊來講 還算是一個比較好的消息 就他能夠持續的斷掉一條路的兵線 不要讓對方有太快的一個集結 那兩邊的 這一個凱撒路的人 都是直接越到二塔 都是直接來到二塔 直接斷兵線喔 但是這樣的話 呂布還是能夠持續的 提供線上的一個壓力 那這時候人魚往下走囉 有著人魚真身的開師 給了非常大的壓力 不停在野區徘徊喔 對他這邊徘徊一有機會 大絕開了就是衝進去喔 我們看到呂布在下面 遇到殘留的大絕 對馬路是直接往前 給到壓力 有著大絕的一個威脅 被尼克勒大絕 逼退了對手直接把塔拿掉 對 但是這是歐咪加想要從後面 歐咪加這邊各種轉圈 來囉 歐咪加想要幹嘛 但是現在的這一個 傷害來講非常的不夠喔 優勢是來到了 無聖之邊 應該不敢殺喔 持續的利用自己的角色特性 不停的壓迫對方的防衛塔 對這場比賽完全是 我覺得是大局觀的一個擬壓 我說現在這邊 就算沒有人頭看起來2比3很少 但是其實雙方的經濟已經出現蠻大的落差 以及雙方的經驗值 而且在角色的選擇上來講 我覺得更為優勢一點 就能夠在利用自己的角色特性 在優勢的情況下不停的擴大喔 哇這邊被偷偷拿到了 古龍被搶走一條 古龍超氣 這邊嘎死這邊氣到一個彈出來 這兩邊是沒有要互相傷害的意思喔 是選擇都去清理兵線 都去清理兵線 清理兵線 清理兵線 這時候就不停的在線上按這個 請求回防 請求集合 那又持續 歐咪加其實雖然說能夠斷掉兵線 但是也只能夠斷掉一條路的兵線 這裡歐 反正穆加被抓到了 對有機會喔 之後莫加絕是倒下了 讓刀鋒重置之後 刀鋒重置之後 變客非常危險 不過後面的馬 克萊斯有一個進場 哇 變客 再一次被收掉 那我馬是被 克萊斯給抓掉了喔 那這裡是被打了一個一換二 毛澤翔也非常的低 是非常危險 有點危險的一個狀況 對 刀鋒進場 馬是也倒了 這邊是被打了一個一換三喔 不過呂布正在那邊推得非常的愉快 已經把高地防衛塔直接推掉了 這樣的話來說不算太虧 因為畢竟是有拿到一個高地防衛塔的喔 對 這邊其實是 欸 應該是三換 三換二對不對 欸 我看一下 一二三 三換二 三換一 三換一嗎 三換一 喔 三換一 喔 數學不太好 對對 只有我馬倒下 但是這樣的一個情況來講 對於呂布推掉了這個下半部的高地內塔 還算是可以接受 因為剛剛是一個 其實是一個四打五的狀態 對 四打五一個情況 再加上著沐家爵是 從頭非常久的一個時間才倒下 那讓呂布佔據到非常多的時間 推掉了這個防衛塔 其實這個人頭掉並不算什麼喔 對 這完全是可以接受的 由於是高地防衛塔推掉 裕衛的兵線都會直接往裡面 不斷的往裡面推送 那接下來就是古龍以及末龍 在20秒之後要重生 對 在這裡的話 奧米加斯去限制呂布分推的這一條 中間是一個四打三 有沒有機會開起來 哇 沐家爵被暈到了 刀鋒進場 沐家爵非常危險 沐家爵開始之後 哇 倒下了之後是 呃 但狀態並不好喔 那馬尾斯隨之進場之後 抓到對方克里希直接帶走 對 漂亮 有順利把 上面已經 長安娜在一路逃命 打了一個一換一喔 對 這邊一換一 我覺得完全可以接受 沐家爵在一開始的時間 其實就已經被抓掉了喔 不過沐家爵是一個大絕 人群真正開的是非常 對 也是 也是讓沐家爵的這個存存時間延長 反而讓馬尾斯趕到之後 成功的一波反打打了一個一換一換一喔 對 那來到這邊 完全就是一個沐家以及呂布 雙方的一個分推以及分帶 呂布又回去防守 沐家也回到了自己的主堡 稍微把時間來延緩一下下 但是在這個時間點 我們來看到魔龍瞬間就爆炸了 但是我覺得等一下 要特別留意的是 沐家站位 因為畢竟在會戰開啟之後 第一時間被抓掉的 沐家是打不出任何傷害的喔 對 不過我覺得其實在沐家爵這邊來講 也要特別小心喔 因為畢竟沐家爵本身 小組這隻角色並沒有任何的位移技 如果你在前面直接被挑飛 或是被技能 控到的話 很可能就會直接倒地 就像剛剛的兩波會戰 對 沐家爵這時候是 戰爵槽裡面喔 跟菲尼克一起 這邊還可以接受 是看到對方的 這個殘忍 哇殘忍傷害非常的高喔 是打殘兩個後排之後 這個 被逼退 後馬是 呃 呂布還在推阿 不過這邊直接殘忍 雖然把對方逼退 但是隊友沒有跟上自己一個深入 直接倒地 對 這邊是看起來發生一個溝通失誤喔 剛剛這個大學是往後轉啊 對 我覺得那個畫面非常的奇特 哇 那這邊是有點尷尬了喔 來到了中間 應該看起來 是有點機會再推掉兵器 再把 對 選擇來吃凱撒喔 沒有這個 去跳下去是沒有搶到 對 沒有辦法搶到 順利的讓無神隊吃到這條凱撒之後 等一下壓高低的那塔 就非常輕鬆了 對 而且在這邊是已經倒下了兩個人頭喔 那現在這邊要直接選擇推了 在 這 12分半的時間點拿到了凱撒 正面直接推 對 這時候出了一件 非常OP的裝備 天叢雲之刃 天叢雲之刃 在那個版本很猛的喔 很猛的喔 對 大家知道最近雖然被改掉了 但是 這一個版本 在這 在當時的一個 在當時的版本裡面 對 直接利用一個大絕 壓制對方的走位 選擇槍心點塔 那這裡是吸了一下之後 馬尾斯非常的坦 往前 要選擇來強拆對方的基地了 可以去開啟大絕之後 傷害非常的不夠 感覺不是很痛啊 對 旁邊 往前之後被打掉半條血 稍微 稍微進場 但是發現自己打出的傷害不夠 自己也快半殘 直接拉掉 大家血量都不太夠 雷波正棒 直接帶走了對方的窩馬 加上克里希喔 克里希在後面逃到了 溫泉裡面 開啟了他的大絕 沒有任何 沒有危險 但是外面的主堡危險可大了 對 那這裡持續的寶牌的一個情況下 主堡是已經剩下半條血囉 對 應該是要直接拿掉所有人 直接主堡旁邊 硬是把主堡旁邊 我們恭喜無路生存在第一回合 順利拿下比賽 1比0 暫時先 我覺得其實剛剛的 這整個團戰來講的話 雖然說在中期有一波亂流 是讓對方打了一換戰 但是整體的目標非常的明智喔 拿到呂布這樣的角色是 順利的 在邊界上拿到非常大的一個優勢喔 沒錯 呂布這隻角色在旁 雖然說 我們在中期看了一陣子的一個會戰 他都完全沒有出現 因為他有在旁邊分推 但是 一路帶進去帶到高地的防禦塔 都直接被推掉了 等於說你在 呃 會戰上面來講你沒有後顧之憂 因為你會有一條兵線 持續的推送進去 在這種情況底下 其實就確實會對我帶到了 很大一個優勢 完全戰術上的玩爆對不對 對 我變成說 我覺得在前期 反而是烈士的無神的這邊來講 呃 因為自己的操作關係 成功的拿到了這個古龍 加上魔龍的這個會戰 反而讓自己在前期 比較烈士的這個角色的 特性來講的話 算是 呃 一個出乎意料之外啦 對 真的是完全的出乎意料喔 有辦法在前期 尤其是 我那個古龍爭奪至關緊要 對方連在 分 隊伍的分線上面來講 都已經直接擺明了 就是我就是在拿古龍 對 是所有五個人都去集結去搶那條古龍 但是反而讓無神的搶到了之後 那因為古龍這個經驗值 讓克萊斯提早來到了四等 對 那去開了這一條魔龍之後 讓克萊斯有一個非常好的位置 去開他人魚真身 對 那反而說在拿下 呃 在拿到古龍之後 雖然說在另外一邊 嘗試著 在韓國的SHN這邊 嘗試著想要去立刻拿下魔龍 但是克萊斯的大絕 在剛剛小小講的 至關緊要大絕人魚真身 開下去之後 直接一個霸氣進場 對 我覺得 那一個 那一個進場非常關鍵 再加上他是 帶制裁的一個克萊斯 那第一時間 暈到了刀鋒之後 選擇將所有傷害 灌在了魔龍身上 再帶上了制裁 對這邊 直接成功的 拿到這邊 拿到這邊我們來看一下 至關緊要 雖然說成功了把對方 呃 把五路神嘴的 魔龍斯拿掉 這邊 這邊真的 暈到直接跳進來 再加制裁 來順利帶走魔龍 這一個價值連城 對 那刀鋒被暈眩的同時 是沒辦法使用制裁的 對 而且剛剛最早 那個人應該是 推開了兩隻 暈到了兩隻 對 這個真的是猛到一個不行 那在下面的一個會戰 這邊是 嗶嗶 這邊是 對 嗶嗶被抓掉 但是就算這樣也不影響 隊伍的一個優勢 對 是 木家爵率先被集火之後 但是撐了非常久的一個時間 反而讓呂布 退到一個非常好的位置 對 那在終極期的會戰 雖然說木家爵都率先倒下了 但是 BB的這個菲尼克來講 還是在後排有一個非常好的輸出 那在這一個 凱撒的爭奪 這一個凱撒 我們就看到了 雙制裁的一個優勢 對 雙制裁的一個優勢 對 雙制裁的一個優勢 進場的歐瑪斯 沒有能夠強要這個凱撒 那這裡拿到凱撒之後 就事物破除 直接往對方激勢加 加力財 對 而且在當時的一個版本 其實 制裁會有一個很大的缺 制裁 制裁有一個 就是當你把制裁的刀 呃 制裁到往上升了之後 你會優先打英雄 不像現在的版本 他會 血量只要足夠的情況 他會優先打野怪 對 所以在當時 這個時間點 其實基本上 所有的人的 呃 打野刀一定都往上升了 那只有 克萊斯不會 克萊斯不會往上升 對 克萊斯不會 那菲尼克是需要這個 攻速加上吸血的效果 所以他一定要將打野 刀鋒也要對不對 往上升 對 刀鋒其實也是需要面 刀鋒其實 有人會 有人不會 喔 有人會 有人不會 這是看狀況 但是剛剛搶的是我媽的 喔 對 剛剛